为什么在古代宫中即便后妃们有充足的奶水,能够亲自的喂奶,却还是要专请奶娘来抚养皇子呢? 而古代宫中的奶娘又必须遵守哪些惨无人道的规则呢? 要了解这一事的前因后果,咱们就首先清楚这个古代生孩子,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世人皆知,中国历来就有坐月子的习俗,也就是说女性在生完小孩之后,必须得经有一个月左右的休养期,好好补足营养,才不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潜在的隐患。 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了现如今,被视为尊重爱惜女性的体现。 而在古代,因为医疗条件没有今天这般先进,女人在生育时所面临的风险更是极其之高。 也就是说那时候,生孩子是件危险事,烧不住一遍会危及性命,更是有很多女性生育时还算顺利。 可生育后却因为气血两亏,而最终小命不保。 因此,不只是皇室,一般比较富裕的家庭,为了刚生完的妻子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将养身体, 都会选择合适健康的奶娘来喂养孩子。 这样不只能让妻子有时间休养,同时也能令孩子拥有充足优质的奶水。 足以竹壮成长,可谓是一举两得呀。 当然,如果放在皇室,选择有奶娘喂养皇子的原因就更为复杂了。 除了上边这个客观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关乎到皇家命脉的主要原因, 那便是这孩子不能与生母走得太过接近,关系过于亲密。 咱都知道凡是入宫为妃的女子,那势必都是民门望族之后,家点十分深厚。 父辈均在朝为官有一定人脉和势力,这样的女性才足有资格入宫为妃。 就和宋徽宗那么喜欢铭记李诗诗,可最终他李诗诗也没能得到什么实质的位分,是一个道理。 而正因为这些妃嫔背后的士族都非等先之辈,所以皇帝才更要万般的提防, 生怕皇子与母妃走得太过亲近,从而导致其与外戚私通。 再朝结党营私,甚至是撼动天子的地位和皇权,所以历朝历代的皇子们一般都会有专门的奶妈来抚养其只董事儿的年纪,然后再交换圣母继续抚养。 可以说后宫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那么,对皇室秘脉而言如此重要的奶娘,是不是待遇就特别好,工资特别高,甚至享有特权呢? 其实不然,中国史上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就在他自个儿的自传《我的前半生》里,详细描述了自己和儿室奶娘之间发生的许多事儿啊。 从这些事儿足以见得,这皇宫里的奶娘其实就是个石大石的工具人儿。 溥仪的奶娘叫做王娇士,是一个普通农户家出生的女子。 因为家庭实在是过于平安,丈夫早死,生下孩子后无力抚养,而走投无路入了紫禁城,经过慈禧的千挑万选,最终有幸成为了溥仪的专职奶娘。 但不幸的是,作为宫中的奶娘,遑论她喂养的还是大清的准皇帝,因此必须得遵守一个规矩,那就是只能两手空空地住进皇宫,不能进宫享福,后还带着自己的青山孩子,把本该皇帝专属的奶水分给他人。 因此,这走投无路的王娇士,只得将自个儿刚刚出生,还为足月的儿子交由亲属抚养,而自己就这么入了深宫。 进宫后的规矩更是多如牛毛,慈禧向王娇士提出要求,每天必须生活在专制工人的建功下,不能乱跑,不能随意吃东西,只能食用特定的饮食。 生活有如被食客油紧,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啊。 这也很好理解,毕竟你的奶水是要喂给皇帝的,要是乱吃东西,乱走乱跑,进食到一些毒物,损害溥仪的身体及性命,养成大祸可就麻烦了。 对当时已经十分颓败的满清政府来说,这是绝对不能发生的事,所以慎重一些也可以理解。 但是对于王娇士个人而言,想必是非常痛苦的。 根据溥仪的传记记载啊,当时王娇士的饮食基本都是一些大补职物,这当然是为了奶水充足,质量上乘,但是为了令奶水长期保持优质。 慈禧基本都是命御厨准备无言无味的大补饮食,比如那肥的流油的大肘子,冒着油光的鲜鸡汤,如果稍微调味之后那当然是山珍海味,可一点咸味都没有。 那么伴随着如此苦闷的宫中生活,奶娘王娇士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她最后得以善终了吗? 其实,即便生活如此萧瑟,有幸被选拔入宫的王娇士还是十分感恩自己这份幸运的,因为她至少不用在外流离失所了。 因此在她照顾溥仪,抚养溥仪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尽心尽力,真正把溥仪当成了自个儿的亲儿子般,善待,而溥仪与她的关系也十分亲近, 幼时顽皮淘气,别的厚费甚至是慈禧本人说她可能都不奏小,单单就听着王娇士的劝谨,可见溥仪将这个奶娘也是亲如生母般看待。 但是好景不长啊,当溥仪逐渐懂事,再也不需要奶娘的抚养和照看,可怜的王娇士就完全失去了可用的价值,被太妃毫不留情地赶出了皇宫。 对此溥仪也颇受打击,甚至在自传中惋惜地说,如果说我在九岁前还尚存一丝人情,那必是奶娘赋予我的。 转头咱再来看看王娇士之后的命运吧,被仓促地赶出皇宫后,王娇士回到了自己许久未回的娘家,希望能够要回亲生孩子的抚养权,并在事情中某一份生计,继续勉强地活下去。 可让他没有预料到的是,自己的儿子原来早在当年送给亲友之初,就因饥荒和战乱而先踏一步被活活地饿死。 可想而知,在这个无助的女人得知此等噩耗的时候,该是多么痛苦与后悔。 如果当时他不曾选择丢下孩子入宫,也许两人依然会饥寒交迫,疲于奔命,可至少他还能享受一番与自己亲儿子愉快相处的温情时光。 可如今,现实早已是物是人非,由不得他后悔了。 之后的历史中便再无对王娇士此人的记载,但可想而知,一个孤狐的女人细下无子,在战火纷飞的清朝末年,想要活下去绝非是一事。 在封建思想裹挟的旧社会,普通老百姓尚不能满足温饱,更别体辱王娇士这般毫无地位的女性,在清朝之前为求富贵入宫,却因此命运悲惨的女子,历朝历代比比皆是。 可即便有前任如此惨痛的先烈,但是依然无法阻挡后视那些可怜的女子迫于生计,而不得不踏入宫墙。 这是一场危险的豪赌,亦是封建帝王之时代,女性们普遍的悲哀。